吕不申为三国志最强的男人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只见他手持方天画戟的末端 朝着天空全力一挥 整个天空都被输了个中分 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 就曾试想着以神明为目标努力 那时候的他已经拥有远超成年人的战斗力 看着天空劈下一道巨大的闪电 将一棵大树劈开之后燃起熊熊烈火 但是他毫无拘异 甚至露出了向往的神情 他天真的想着 在天空的另一边 一定有着更厉害的存在 在明白了自己的强大与孤独之后 他依旧不懈追求着武艺的顶峰 吕布终日站在悬崖之巅 挥汗如雨 不知疲倦地练习向着前方挥挤 日出日落 春去秋来 每天数以万次地重复挥动战警 可是普通的武器实在太弱 被用坏的武器也是不计其数 他始终相信 相信自己在未来一定会遇上 那个还没碰见的最强对手 经过常年饱受风霜的日子 很快用坏的武器都堆成一座小山 就在某一天 吕布手握方天画戟 眼神注视着看向天空 随着巨大的呐喊声中 使用全力向着梦想的天空挥去 顿时整片云层都被劈开千里 而手中的战戟 也因承受不住这巨大的力量化为基凡 吕布利用自己超越常人的握力和万民 赋予了战戟离谱的离心力 从此造就了他的最强招式 这次代表现时的战略 天空挥去 天空挥去 能力向着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 成为自己的战略 将来遇到 孤独的战略 那些战略 即使有战略 空挥去 空挥去 太平敘的战略 努力的战略